近期X96X4外贸安卓电视盒子发布了新的固件升级文件 根据百兆版网口和千兆版网口的两个机型 固件文件也是分别两个文件 刷写时一定要注意不可以弄错 请注意本次视频提供的是千兆版网口硬件的固件刷写文件 如果刷错固件文件 电视盒子很有可能会变砖 只有返厂维修了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系统固件版本号更新前后的区别 电视盒子启动以后 点击手界面的设置按钮 在接下来的设置菜单中点设备偏好设置 然后点最上端的关于 在菜单的最下方就可以看到系统内核版本号 和安卓TV操作系统版本号 可以看到盒子在出厂的时候是预装了2021年8月28号的内核版本 还有就是在我的应用的设置程序里 也可以看到有关系统版本的信息 固件升级后的系统内核版本 将由前次的2021年10月28日的版本升级到2022年1月13日的版本 接下来介绍一下刷写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硬件 双公投USB2.0数据线是此次刷写必备的 双公投USB的原理很简单 可以自己进行制作 找来两根不用的公投USB线 截断后 把两边相同颜色的线对接好 焊接 然后再做绝缘 这样就OK了 也可以购买现成的双公投USB数据线 打开下载页面以后可以看到两个文件 X96X4 Pro是千兆网口版本机型的固件文件 V3.0是专用的刷写工具 刷写程序和固件文件可以到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下载 双击V3.0 Setup程序 选择适合你的语言种类 接下来的步骤都是按照默认的下一步就OK了 如果遇到防火枪提示有风险操作的话 请点击允许本质操作 右击安装好的刷写程序 然后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点击设置菜单再点导入镜像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 找到你存放固件镜像文件的文件夹 选择对应你电视盒子型号的镜像文件 然后点击打开 等待程序检查镜像文件 在右侧的烧录配置栏里 勾选叫Bootloader 把USB双公投数据线的一端插入电脑 把USB双公投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入电视盒子USB3.0的蓝色接口 用牙签顶住耳机口里的按钮不要松开 然后插入电视盒子的电源线接通电源 当电视盒子与电脑连接成功以后 系统会有提示音 并且刷写程序也会显示连接OK 请立刻拔出耳机孔里的牙签 此时点击开始 等待刷写程序完成 整个刷写程序大概耗时需要三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击右侧的停止 接下来拔掉电视盒子上的电源线和USB数据线 到此电视盒子的固件刷写就完成了 接下来可以把电视盒子插回到电视上 电视盒子启动以后 检查一下系统版本号是否是最新的2022年1月13日的版本 此次固件的更新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电视盒子不会无故自动启动 也不会有程序闪退的现象 另外系统还预装了一些很实用的APP 例如APK Pure 可以在不登录谷歌账号的情况下下载安装更新AP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